地震一來 二樓直接變一樓的垂直坎塌現象 建築物受損倒塌的樓層 幾乎也都是在一二樓 注意大樓的地下室 它有幾層 基礎越深 建築物就越穩固 如果大樓沒有地下室 那它的安全性就可能會比較差 地面層在五樓以上的大樓 至少要做一層的地下室 所以十五樓以上至少就有 低樓層的房價好像是比高樓層來的低一些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樓層也有很多的美缸喔 這一集貴哥就來介紹 在樓層的挑選上 需要注意的地方有哪一些 第一個是安全的部分 遇到地震的時候呢 高樓層的搖晃感會比較明顯 不過現在的建築物都有加強抗震設計 所以你需要擔心的 可能是家裡的櫃子啊 層架或燈飾 會因為強烈的搖晃而發生扳倒碰撞的情形 第一樓層的部分 很多人擔心的應該是地震一來 二樓直接變一樓的垂直坎塌現象 再來就是建築物受損倒塌的樓層 幾乎也都是在一二樓 另外一個觀察重點就是 注意大樓的地下室它有幾層 理論上來說 基礎越深建築物就越穩固 如果大樓沒有地下室 那它的安全性就可能會比較差 一般來說 地面層在五樓以上的大樓 至少要做一層的地下室 所以十五樓以上至少就要做三層的地下室 再來講管線的部分 一般大樓的排水管 污水管都是連通的 而且通常都是在第一樓層做轉折 所以第一樓層就比較容易發生 馬桶堵塞倒灌 或者是排水孔溢水的問題 怎麼說呢 規格用比較簡單的方式來解說 這一張是簡易的大樓管線圖 而這個是排水管 當有人在使用的時候呢 垂直下來的部分 基本上水是可以一路掌通到底 但是遇到轉彎處的地方 就比較容易發生卡住的情形 所以當這裡堵住的時候 水流出去的速度就會變慢 這時候如果上面的人持續使用 水呢就會一直不斷的流下來 但是下面的排水速度跟不上 水就會開始回流 往最近的出口 也就是這層住戶的馬桶 或排水孔流出去 除了這裡 如果這邊的出口堵住 也會發生同樣的問題 這也是為什麼會說 不要什麼東西都往馬桶裡面丟 還有廚餘分類要做好 其實這些動作都能夠延長管線的壽命 雖然有的人會說 現在新大樓的轉折層 都嘛 坐在地下室 所以並不會有影響啊 但是其實是不一定的喔 比方說一般大樓的一樓是大廳 二樓是公設 這兩層樓的樓層配置 就會跟上面的住家樓層是不太一樣 所以上面的管道如果直通到地下室 管線可能會露出來 那為了要把排水管藏起來 就必須做轉折 也就是說當上下樓層的格局不一樣的時候 就可能需要做轉折 再來就是要看 共管最低樓層是在哪一層 就像剛剛前面講的 一二樓通常是公設 可能是採用獨立管線 三樓以上是共用管線 那三樓就有高機率會發生管線阻塞的問題 那如果二樓沒有公設 那共環最底層就可能在二樓 但這個也沒有一定啦 也會有二三樓做分流的情況 這個從設計圖 水電圖 或者是竣工圖就可以看得出來 不過一般人可能也會看不懂 建議就是直接問建商比較快 最後我們來講居住品質的部分 這個就有很多要考慮的地方喔 那規格就從第一樓層開始解說 第一樓層的缺點包含像是 因為樓層較低 視野會比較差 看出去可能就是馬路 或者是隔壁的住家 隱私性也比較差 第二就是如果 你們隔壁也是蓋大樓 而且距離很近的話 那麼住家的採光跟通風 也會受到影響 還有可能就是有潮濕的問題喔 如果靠近大馬路 或者是公園 你還要考量到噪音的問題 不過這個是可以用氣密窗 來隔絕大部分的聲音的 第四 而且蚊蟲也可能會比較多 像我有遇過就是客戶他買在低樓層 因為晚上蚊蟲多的關係 陽台直接廢掉不用的 再來就是 灰層可能會比較多 之前有研究顯示 低樓層的PM2.5濃度喔 比高樓層多出10倍